第一天水上插了兩個飲料管 不過並沒有感覺特別的痛 我覺得最難受的就是 不能喝水真的是差點咳死我了 第二天換到了個人病房 拔掉飲料管 但我是一個很暈麻醉的人 一直超級超級困困的 剛化出來的時候就很想動症候手術 但我一直不敢動 是一怕又要矯正 我那個矯正恐懼症 你說最一開始你就想說這種 最一開始我就想說正二了 是喔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的下巴會厚到 了解 正確講應該是左側厚到 因為左側比較長 再放鬆 對 不要用力 就更專業的眼睛來講 你還是有一點點的 就是跨性別的感覺 還是會有一點點 但是我很期待就是要讓這個感覺 完全消失 完全消失嗎 對 我在期待這個事情 對 我相信這些小缺點把它加種起來 然後一起處理掉 醫生剛剛說完全消除的 讓我有點期待 破綻 完全消除 醫療會講完全 我覺得看得出來90分 跟95分 跟98分的差異性 對 那我們就在調整個東西 但是我想知道就是說 在你的領域裡面 你 為什麼想調 對 主要還是 我其實一直很害怕 別人拍攝我的側臉 因為我的側臉非常的陽剛 尤其是這裡的凹陷超級明顯 我一直想不到一個解決方法 直到我發現真二手術 他可以整個這樣 欸 提上來 然後這也可以縮短 我想說 可以來諮詢看看 I see 你的乳眼的發育是 這樣子發育 所以你原本的臉型會有 長跟後縮 你現在的狀況就是 這一邊會比較長 這邊比較短 效能是 傾斜的 傾斜的 不知道你自己有發現嗎 我自己覺得 有 但是 有加上肉的時候變不多 Right 但是看骨頭的話 就 完全 就很明顯 所以如果臉的時候是在 既然你挑骨頭 因為既然我們要 做整體的柔化 收短手術 不管它明不明顯 我們還是會幫你一起處理 完美極致 對對對 所以 醫療不能講完美 哈哈哈哈哈哈 這種手術 簡單講就是三件事情 切割 移動 固定 這個是 這個是現實世界 會出現的就是 對 固定 固白 他這個固定過海關的時候 會嗶嗶叫嗎 每個人都會問這個問題 當然是不會的 為什麼 他的那個顯示器 似乎是要對比 更大型的金屬 就算你是全口人工質牙的 也不會 也不會 我打算就是縮短 這一段到這一段 從眼睛到這裡 下眼光到你的上面牙齒的 對這一段的長 把我這裡來一刀這樣 切切切切切切切 然後有 這面比較多 差不多會取走這樣一公分 沒有沒有啦 幾毫米 幾毫米 但是這邊會取得比較多 對對對 牙齒怎麼這樣上來 對然後把咬合平面擺在 哦 理解嗎 那這邊就會自己這樣 對 扣上來 這樣我鼻子的位子會發生位移嗎 好問題 其實你的鼻子有一點像是陰溝 但這個是Lucky 這個地方上牌之後 要把這邊擠壓往外 你的鼻子就會變這樣 稍微 對稍微往前擠一點點 稍微往前擠一點點 這個阿里的電腦斷層 把它放很大 看膨度的話 就是這一邊 你會覺得好像比較沒有肉的感覺 嚴格講起來 你兩邊的筋的下方 其實都支撐不足 都是有點下墜的 而且我相信你應該也有打過一些東西 有吧 這裡嗎 脂肪嗎 有吧對不對 這個EVEN它簡單講 就是說它已經是經過 調整 都還是不夠的一個情況 我們要去補足這一塊 下影框骨的一個 對於軟組織的支撐 脂肪比較難突破這個界線 而且有時候脂肪會異位 所以我們要去重建這個地方 那最好的辦法就是用甲體 所以在手術當中 就會把這個白色的甲體 這樣子拿起來 然後放在我的下影框骨這裡 對 它的效果有點類似 我不能完全模擬 但是會有點類似 這樣 對吧 好可愛喔 醫生想問一問 這個甲體要從哪裡塞進去 從症候手術的傷口放進去 這裡 對 就是症候手術的傷口 這樣 放上去 對 從口腔 醫師下一個是什麼 就是你的眼角有點下垂 稍微提升一點眼尾 對 提升一點點眼尾 那要怎麼做啊 它是用一種 切皮 對用切皮不可吸收線 然後把它固定準 這樣調整 對 我們會稍微 其實愛里的額頭 其實是在跨性別者裡面 調整幅度是比較需要比較小的 嗯 修順 把它修光滑 它會減少一些陽剛味 這個地方 對 磨了之後 這個地方也會磨喔 有 有這些都是 殘餘的荷蒙的遺跡 對 雖然已經不是很多 收死了 雖然 雖然不會很多 我覺得這已經很棒了 對 已經很棒了 接下來我們來講 髮線的型態 它的這個點是 不是高的喔 但是為什麼呢 我們還是要 調整髮線 是因為你的型態 簡單的講就是說 你有M型的問題 我們會把這邊的頭髮拉到這裡來 對 這邊的頭髮拉到這裡來 這一塊 都會整個切掉 對 然後把這個 後面這個髮線 拉下來 然後再縫起來 對 這是唯一條 你會發現 所有事情都是唯一條 你有沒有發現嗎? 再次那件很漂亮的 就是 我沒有打算要大改你 大改一波 我沒有大改 但是要做的事情是一樣多 但是 調整的量並不是很多 所以你不會說 特別緊啦 所以 它移動很大就不是啦 我總結一下 要做的事情 另一件事情就是 這裡要這樣子 切開 稍微把它 對 傾斜過來 鬥上來 這樣下面 就差不多完成了 但因為鬥上來 這個鼻子會被擠壓到 下鼻甲 會剪掉一部分 讓它縮小 它會有點類似這樣 這樣子 對 往上 然後這個面中凹陷的地方 對 在束後 會放這個夾體 到我的眼睛下面 對 臉中這個蘋果肌 有點蓬蓬的感覺 對 臉上之後 第一個要改上就是這個眼垂 會變超到這樣子 對 更有精神一點 對 至於這一條眉骨 這樣磨磨磨 這裡 磨磨磨 修順它 對 在減少一些那種骨感 你知道嗎 這一塊會整個切掉 對 然後把髮器先往下拉 對 不拉到這個白色線這裡 是的 我們總共有幾項要做 就是一個 然後兩個 然後這樣 三個 四個 然後五個 然後六 然後七 七項手術 一起做 對啊 一起做 你是我會活著嗎 我認為你不會例外 第一天水上插了兩個飲料管 不過並沒有感覺特別的痛 我覺得最難受的就是 不能喝水 真的是差點咳死我了 第二天換到了個人病房 拔掉飲料管 但我是一個很暈麻醉的人 一直超級超級困到 為什麼不動作才另一個 醫師在餵叫的時候 完全聽不到他在說什麼 我就是 啊 老闆你還好嗎 還好嗎 還好嗎 第三天 回到了家 但我裡面的超級種 很像什麼麵包超人 然後因為我動手術的關係 我沒辦法 直接服用藥丸 我只能用這個滴管 吸藥粉之後 然後直接注射進我的嘴巴 超苦 超難吃我底 這個真的是我覺得最難受的地方 晚上睡覺的時候 其實一直睡得很不好 因為鼻子裡面一直有流血 所以鼻子非常的不通 我都一直睡睡醒醒醒醒睡睡 然後起來 第四天我跑去洗頭了 天啊 終於沒那麼癢了 洗完頭之後 我工作了大概兩個小時 就有點 開始犯困 小確幸我點了一個青菜湯來喝 雖然我現在還不能吃青菜 不過 光是喝湯我就覺得 啊 好溫暖喔 終於 不過今天的睡眠還是 睡得很不好 因為我躺平著睡 鼻子就會被堵塞很不通 第五天 我發現一個小確幸 藥粉其實跟巴勒滋滿配的 有綜合它的苦味 變成另外一種 特調的苦苦果汁 所以我決定 用這個組合撐到最後 然後今天我可以發出一點聲音 跟我的夥伴們溝通了 雖然講了五句話我就 筋疲力竟然是用打字好了 不過整體而言 我覺得消腫非常非常的多 唯一的期望 是希望今天可以好好睡一覺 第六天起床 滿身大汗 因為我做了一個 超長的惡夢 夢到我被恐龍一直追 不過終於睡滿了六個小時 所以我為了慶祝這個 我就叫了一個咖哩鍋來吃 只喝咖哩湯 不過我還是超滿足的 因為這個是 我第一次吃到一個 正正的鹹食 所以 超滿足 吃完之後 我就開始撕臉上的膠帶 撕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很像那種 被阿嬤餵養很胖的鯨魚 不過我還是很期待明天 因為我明天就可以回診開線了 所以 在最後這七天 看起來我們第一天消腫很多吧 就是這兩塊比較圓 嗯 但我那天第一天看到你 我一開門 我想說哇 這誰啊 這前一天根本就是地獄 正常喝水 這件很幸福的 你可以分享你這個新技能給大家看嗎 就是這樣嗎 對阿 單手 單手抽這個 我要喝水 好難過喔 真的用得很熟練耶 希望此生不要這樣做這招 很熟悉 超餓 一天都吃不到一瓶米漿 一天都低能量狀態 你現在整個鎖骨超明顯 鎖骨超明顯 鎖骨超明顯 整個超鎖骨 消了鎖骨以後 東西正常吃了以後 更恢復正常一點的作息 那你還會有下一次的 的手術嗎 有了嗎 你有偷偷刷牙是不是 我啊 對 不然怎麼這麼乾淨 照成你的鎖鎖鎖骨 通常會是很恐怖的狀態 真的假的 就是有很多像起司的東西 那是因為我都有在使用 是德靈 還多瘦膏水 先刷牙 因為你一個禮拜沒刷牙 只能橫刷 然後不要立起來 或者是斷腹 有的刷牙縫會有些 上下沒關係 但是上下因為你平平的 當平平的其實你也不會弄到傷口 對對對 很抽到我走就知道了 盡量不要 然後我們帶了這個 2到6歲的牙齊小牙刷 可愛吧 我買這牙刷的時候 超商 還送我奶粉 我們有客人是去藥局買的 對他要送我奶粉 他現在好貼心喔 我是說雖然現在很早 看起來蠻好看的 很亮耶 很累喔 皮膚很好耶 現在我都有在吃 買個一槌 就算你張手瘦7天以後 還是你可以撥這麼亮 嗨 哈囉 我又不見 我活下來了 真的 你覺得怎樣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很爛啊 我覺得很爛 雖然 還沒有完全消腫 對啦當然當然 當然他沒有完全消腫 對 裡面的類似你有沒有感覺 有 超有感 超級有感 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當然第一週還是非常的早期啦 就是 你的眼睛齁 就是說 我們稍微幫你把它 電起來 這邊 你 你 你 變得有支援 這邊超級不凹陷耶 而且我可以感覺到一件事情 對 就是 大概二十年後 這邊也不會好 因為他這個裡面是假體 你洗頭的時候 還有幫我助理的時候 整個上面就變得很順 你有感覺嗎 你有感覺嗎 有感覺啊 有感覺 是完美 完美 完美 你咬畢竟有被改變 你原本是這樣子外 因為我這邊咬比較用力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我要幫你 我現在要幫你調過來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嗯 這裡 然後 好 壓起來 壓到底 對對對 這樣才對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橡皮筋其實是 扮演一種 輔助的角色 對 改變你的搖和習慣 哇 有點痠耶 奇怪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以前坐裡陪著你 然後你會在鏡子前面 然後就自己對著鏡子掛 一開始很痛 但是呢 你要相信我 它逐漸會變成你的反射 反射 就是你接下來用 對 就是九人就會很習慣 今天是第八天 我剛剛去洗臉 還有洗頭洗澡 然後發現一天很有趣的事情 想跟你們說 我可以用Face ID打開我的手機了 這邊是右邊 這邊是左邊 左邊這個消腫的情況 還是比較不妙 下面這裡 還都有點腫 然後這邊 有點麻麻的 那左邊 右邊消腫比較多了 你看這裡 現在才數後八天耶 真心為這個康復速度搞得開心 明天見 好 今天是修後第十天回來拆這個線 把線上捏的一條線 因為我想要這樣回覆 還快 現在才第十天兩夜 主要是走半邊很麻很腫 因為外面消腫了不少 主要是這個地方 沒有感覺 麻麻掉 那 右邊是整張半臉 是麻麻的 所以我講話 才會看起來歪一邊 不過現在回想起來 前面的地獄七天 真的不是蓋的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麼活過去的 我一百七十公分 動手術前是 五十六點五 動完手術之後 十天 五十一點四 所以手術可以減肥 還可以變美 暴瘦五點五公斤 我腿超細的耶 細都炸裂耶 我覺得有點 太瘦了 太瘦了 有點太瘦 那你那一天 第一天 開始吃粥 有不舒服嗎 超幸福 我最幸福的一天 嗨 哈囉 好多了 我看你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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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咬很習慣 你覺得咬起來怎麼樣 你張開還咬起來 你有比較習慣一點嗎 有比較習慣一點嗎 有比較習慣一點 有比較習慣一點 其實他用力比較少一點 醫生會想問一下 為什麼他這個傷口 會到這個後面這裡 對 因為你要往前拉 因為他會 他需要做個滑軌 對 他嘴巴裡面有餡嗎 還是沒有 裡面的餡都不用拆 裡面的餡都不用拆 可以吸收掉 對 好太多了 鼻傷吵太多了 好張開 咬起來 好好好 所以你現在有辦法發出熊大的聲音嗎 可以啊 現在還是可以 熊大 不影響耶 完全不影響 熊大的手術第十九天 對 真的這邊很順 真的這邊很順 你幹嘛一直強調我 這邊真的很好看 這邊嗎 對 你說到沒有眉骨之後 就是 就是整個平滑了 真的變順耶 真的差很多 大家好我是參加單身的第一次 單身的第一次 超酥 深呼吸 等一下 我笑了 嘴巴好痛 所以你現在笑太誇張 也會 就是不舒服 嗯 我通常 這樣子 的狀態是 最舒服的 然後 這樣開始 上面就有點緊繃了 你笑開這裡 就會有點 開始有點痛痛的 噢好痛好痛 所以我就這樣 這樣 皮笑露不笑 我現在整個頭 碰到整個臉 睡覺睡覺就這樣 噢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 嗯 就是最近耳鳴比較嚴重而已 除此之外還好 但是你都沒有去看醫生 長得漂亮的人 是不會耳鳴的 其實女士不會上廁所的 對啊 你要撥一下頭髮 你要跟我去天堂倒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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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怎麼樣 嗯 還不錯 除了一隻耳鳴一歪 真的嗎 OK 耳鳴是因為你的那個 鼻腔腹鼻洞裡面 有一些 積血塊 對 所以它會造成一些壓力的 的狀況 所以它慢慢像那個血塊 然後慢慢吸收下 就會越來越好 我覺得那邊撞到牆壁之後 就開始痛痛的 真的嗎 你是喝醉酒還是 我曉得人好痛 阿你怎麼怎麼會撞到牆壁 我都在桌子下起來的時候 噢 Oh my God 應該沒事吧 沒事啊 不過以19天來講 我覺得妳算蠻厲害的 算蠻厲害的 醫生啊 嗯 你說 那邊那個緊繃感 喔 那個要好幾個月 但是我覺得像你們這種 我應該講就是說會一直動嘴巴啊 一直比如說拍攝啊 然後笑啊 我覺得這樣會快很多 一般人我動了三二六個月 那個頭皮緊繃的部分是要 喔 那個也是三月的 你可以啊 你可以就是用一些頭皮疏啊 或是你可以用敲打的方式來 它就會鬆一點啊 超痛 會嗎 有一點 有一點 是喔 有點超痛 OKOK 還蠻近 那你就知道 其實有痛是好的 喔 有痛是好的 對啊 當然啊 就是要給它痛是嗎 就是有痛代表 其實你的馬已經開始在退了 蠻特別的耶 才十九天耶 我以為一個月耶 對啊 其實蠻好的 嗯 腰下來 張開 然後腰下來 很好 很好 那因為現在我現在有個問題 請說 有個很困擾的問題 請說 就是嘴巴打開的幅度 沒有像以前一樣啊 對 而且很小耶 對 對 那就是因為掉上面肌的關係 你的骨盤還沒有很穩定 就是軟的 讓你肌肉的記憶在這一邊 在右邊 嗯 所以我必須用 比較長時間的限制 來交換骨頭的穩定性 跟咬口的穩定性 嗯 那我覺得這是短暫的 那要換來長期的 那長期的骨骼的對稱 跟咬口的成功 對不對 嗯嗯 那你的咬 你的髒髒程度是一定會回來的啊 哦 就是不用耐心啊 對啊 今天是術後第170天 來分享這個手術完全康復之後 我最喜歡的三個點 第一個 就是下眼框骨家體 因為我原本的這裡 超級凹陷 我還記得我在手術前 然後每天都在補那個黑眼圈 我已經買過各式各樣的調色盤 都沒用 因為它就是凹陷 然後凹陷就會有陰影 我怎麼補 它就是怎麼黑 但是做完之後 放進了一個夾題 讓這裡直接膨起來 I like it I like it 極度推薦 這是我最喜歡的點 第二個我很喜歡的是 症餓手術 他把我的這裡整個拉起來了 讓我的側面 嗯 變好看了 因為我原本的很陰溝鼻 然後這裡又凹陷 有一點點的香蕉葛葛大厚道 但現在平衡之後 我就拍什麼節目啊 側拍 我就不用在那邊畏畏說說了 不要拍我的側臉 It's gone 那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還有一個我很喜歡的點 是他把這裡切開來 要逗上去 讓我這個人中與中庭變短了 Perfect 然後第三個我很喜歡的點是 眼眶的調整 因為我原本的眼眶像這樣子 這個角度 很像熊貓 然後很沒精神 看起來欠債兩百萬的樣子 但是把這邊磨掉 然後這邊補上來之後 他整個做轉移 精神的許多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以前畫眼線的時候很容易卡到這個 眉骨這裡 然後就畫不過去了 很難畫出那種好看的貓眼 那現在 一路暢通 想畫多貓就多貓 這點我很喜歡 非常的方便 然後現在來講講 副作用 我覺得現在是唯一剩下比較 有一點點困擾的副作用是這個 我做了髮際線移植之後 頭皮還是緊緊的 對 慢油哪 你呢 一點點而已 就是這個地方 我相信可能還要再半年才會好 至於臉部的副作用 呃 除了變得太好看好像 沒有其他副作用欸 來做個小總結是 這項的手術我一路過來 最難受的點在哪裡 我覺得 就是前面那七天 痛是真的還好 但是 前面那七天你每天都用那個注射管 然後吃那個藥粉 呃 Please no 除了前面要吃藥粉七天很難受以外 如果你能忍受的話 極度推薦 極度推薦 因為 他真的改善了我很多 身邊最多人講的 第一個就是 額頭變得很順 第二個就是 臉部變得很柔化很女性化 你們覺得嗎 我自己有這麼覺得欸 整體那種陽剛感已經改善了不少 有點像是 去改變了你整個基底 讓你整個基底變得好看 你五官完全都沒什麼動 然後別人就說 喔 你怎麼微調之後變好看啊 然後這次幫我 動刀的醫師是 風華聯合診所的謝明吉醫師 如果你想做臉部的女性化手術 又或者是你是原生女 想變得更漂亮的話 都可以找他 到現場 他就會幫你看一下 喔你哪邊可以再更加強 哪邊可以再微調 然後請他做一個詳細的報價 你覺得OK 然後你能吃藥粉的話 Just do it 極度推薦 OK OK 折幹哪 怎麼稱呼醫師 大家好 他們都叫我謝醫師 給這次艾莉的手術難度 打分數1到10分 你覺得他的難度跟複雜度是幾分 我覺得是 已經是著重細節的部分 我並沒有覺得特別困難 重點在於 你一定要把細節寫得很清楚 因為你有很多細節要過 那並不是說你過那些細節 他就變得很難了 其實不是你懂我意思嗎 他可能一個一個同樣是青色的 頭一個條我認為一個一個 跟青色的巴黎 他的同樣是青色 他會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最後並不是說 我在追求很難的時候做的是 我覺得我最後在追求就是 很 很 很細的就看很細的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